我穿成了霸总文学里的保姆张妈 中了药的金圈佛子 本该和女主一夜缠绵 他却一把推开女主 钻进了我的保姆房 低沉的嗓音压在我的耳边轻笑道 我看张妈你也是 风韵犹存啊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穿成霸总保姆的第120天 外面漂泊大雨 我收拾完占地四千坪的豪宅 碰到总裁傅博焱抱着女主回来 管家一屁股对开我 惊讶又欢喜 我还是头一回见先生带女孩回来呢 我没忍住 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笑声 抱歉 头一回当保姆 不太熟练 总裁傅博焱没听见 沉着脸让我给女主包扎伤口 我观察了半晌 终于找到了手指上一毫米的擦痕 稍不注意都快愈合了 捏着酒精棉刚碰上去 女主喊了声疼 傅博焱立声呵斥 张妈你怎么笨手笨脚的 笑死 笨就对了 聪明是另外的价钱 傅博焱亲自给女主上药 我眼观鼻 鼻观心地站在一旁 她突然抬起头 张妈拿套你干净的衣服送过来 我伸手指了指自己 我 不然呢 别墅里除了你还有别的女人 女主羞涩一笑 躲进她怀里 这么多年 你一直为我守身如玉吗 好好好 我又成功俱人了是吧 女主捧着我的衣服 语气迷茫 张妈 你的衣服是不是太正式了 我朝她挤了几眼 相信我 世界上没有一个男的能拒绝制服诱惑 这可是我在家政培训结束后 统一发的工作服呢 反正又厚实 崭新的 一次没穿过 凌晨三点 我睡得正香 突然被薅起来 让我给女主熬中药 真想死 但总觉得该死的另有其人 女主穿着傅博焱的白衬衫走出来 一双眉腿白的发光 张妈辛苦了 这么晚还麻烦你熬药 我搭拉着脸 不辛苦 命苦 她的脸红扑扑 张妈 你的衣服被撕烂了 下次我陪你件新的 我惊讶的张大嘴巴 不愧是霸道总裁 你天天浑身使不完的牛进 连姚立荣外套都能徒手撕碎 伺候女主喝完药 我回到保姆房里 熟练的打开手机刷视频 小伙子正在热舞 小姚扭的让人血脉分张 认识三个多月了 从没看到她露脸 在听到打赏礼物提示音后 也只是散漫敷衍的来了句 感谢淳于少妇张大妈 打赏的撒瓜俩枣 我想不明白 我只是在早八课上睡了一觉 怎么醒来 就穿进了言情小说里 一张蜡黄的脸 长年灰扑扑的 散发着劳动人民特有的老实敦厚 洗完脸后 我看向镜子里白镜匀称的脸蛋 只想翻一个白眼 作者 你是不是五行缺吗 我才三十不到啊 我拉开门正要走出去 啪的一声 花瓶朝我的脚边砸了过来 傅伯彦音质地捏紧双拳 他醒不过来 你们全都得陪葬 我满脸问号 女主被歹徒袭击了 还是生病了 管家小声道 昨晚白小姐失眠 服用了一颗安眠药 眼下睡得正香呢 妈的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女主睡觉也要拿我们撒气 张妈 你那是什么眼神 想造反啊 傅伯彦突然冷眼朝我扫来 不不不 我怎么敢呢 我态度十分诚恳 只是觉得你骂我也毫无意义 因为我毫无还手之力 惹到我 你算是捏到软柿子了 傅伯彦在卧室守护女主 我在楼下勤勤恳恳脱地 抄控给小主播发私信骚扰 阿姨都给你打赏了两百块 什么时候喊阿姨宝贝 你知道的 阿姨从小就没有老公 过了好久 这个叫乱马的主播回复了 酒醒了 我脸一红 想起昨晚朝他发了一肚子牢骚 把傻逼爸总和这破小说骂个遍 认识这么久 我一直单见头朝他发泄负面情绪 他虽然不热情 却没有把我拉黑 小样 心里绝对有我 我常舒了口气 阿姨从不喝酒 却偏偏醉死在你甜甜的酒窝里乱马 没调戏几句 别墅的工作群里出了新消息 傅伯彦 绵绵醒了 你们都把嘴巴闭眼时 敢吓到他 我要你们陪葬 张妈去花园做一架鞦韆 装饰得漂亮些 顺便把饭菜做好 傅伯彦转发了一张满汉全席的图片 爱特了我 做这些就够了 黄金矿工都挖不出你这么纯的神金 我忍了又忍 想到不菲的薪资 缓缓打出一个OK的符号 别人穿进小说里搂搂抱抱 而我成天在微信群里 好的收到 这日子过不下去一点 我在院子里挖土 秋千没做完 别墅上下突然气氛严肃了起来 管家忧心忡忡 齐朝少爷要来做客 先生心里一定苦恼着呢 我回忆了一下剧情 齐朝是书中禁欲冷淡的金圈佛子 也是女主的白月光 他留学归来 在宴会上中了药 和女主一夜荒唐后欲罢不能 从此揭开了二男争一女的狗血戏码 看小说的时候只觉得刺激 好看爱看 但穿成了保姆张妈 看着手机里长长的宴请菜单 我沉默了 多请几个庸人吗 我在厨房里拼尽全力 终于凑够了韭菜一趟 硬着头皮端上桌 傅伯彦搂着女主 眼神防备地看向对面 传说中的金圈佛子 碾动手中的佛珠 漫不经心抬起头 与我遥遥相望 我被那双漂亮的桃花盐晃了神 小说里也没说齐朝这么好看啊 一张脸跟斯曼南似的 精致到无可挑剔 傅伯彦痴笑一声 尝尝吧 都是张妈的拿手菜 你在国外可吃不上这些美食 齐朝懒洋洋地咬了口西红柿炒鸡蛋 神色僵硬 救命 我想起来 我好像把盐当成了糖放了两大勺 迎着我忐忑的视线 他顿了顿 点频道 不错 这西红柿 一股番茄味 傅伯彦也把筷子伸向了西红柿炒蛋 好好好 悬着的心终于就要死了 这狗逼总裁 马上又要拉着我集体陪葬了 电光石火之间 喷了一声巨响 齐朝掀翻了餐桌 不是 现在金圈佛子都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好美丽的精神状态 领先我一百年 不过幸好 傅伯彦被齐朝气得没了胃口 没在折磨我 女主泪眼盈盈 齐朝哥哥 你还在怨我当年一走了之吗 齐朝懒洋洋眉骨头似的也在门边 把玩着他那串佛珠 嘴角牵出一抹冷淡的弧度 你配吗 看到女主被欺负 总裁瞬间暴怒 拎起拳头就是干 被齐朝躲了过去 两人扭打成一团 女主哭得肝肠寸断 不要打了 住手 快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特么的 看着满地狼急 烦死了 待会我又得收拾一下午 两人脸上都挂了彩 女主抱着药箱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先给谁上药 傅伯彦如狼似虎地盯着女主 齐朝朝我弯了弯唇 张妈 我疼 声音软绵绵 跟小猫撒娇似的 在女主受伤的神情中 我粗鲁地给齐朝处理伤口 她一边高深莫测 撵着佛珠 一边疼得呲牙咧嘴 张妈既会做菜 又是长包扎伤口 真是无所不能 阴阳怪气 难怪追不到女主 别人都二胎了 你还是个备胎 谢天谢地 晚宴时 傅伯彦总算请了 专业的厨师团队 功筹交错 一向并饮 齐朝似乎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皱着没一个人 待在昏暗的角落 趁人不注意 我顺走一块小蛋糕 一杯红酒 打算端进我的保姆房 慢慢享用 一只手按在了我的胳膊上 张妈胃口挺好啊 齐朝寸我挑了挑眉 呵呵呵呵 年纪大了 就爱吃点甜的 齐少爷别和我们总裁说行了 不然那个神经 一个不高兴又要让我陪葬 齐朝皱眉 你很怕他 不 我只是敬业 齐朝末地笑出声 嗓音低沉洞听 带着钩子似的 他拿了个更大的盘子 从宴席上把烤肉 甜点 水果挑了个遍 最后递到我手上 弯了弯唇 吃吧 这些味道不错 真是大好人啊 我诚恳祝福 您一定会度过一个 无比美妙的夜晚 我在房间里吃着烤肉 喝着酒 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小 我抱着酒瓶 醉熏熏的就要睡着时 房间门突然被拧开 齐朝脚步不稳地走进来 白皙的脸颊 泛着不正常的红韵 眼神迷蒙地 将我抵在梳妆台前 一看就是中药了 恍恍惚惚地低下头要吻我 我一蹦三尺高 甩开他温度灼人的胳膊 你睡错人了 我抱着他的肩膀使劲晃 你清醒点 我是张妈 张妈 他口中呢喃 漂亮的桃花眼 似恢复了一瞬的清明 随即弯了弯眼眸 慢条思理道 我看张妈你也是 风韵犹存的 我看你是真饿了 别动 让我抱一会 一会儿就好 他将我按进怀里 呼吸急促 偏偏语气从容不迫 抵在我腰侧的坚硬 灼热地 让人难以忽视 我僵硬地任由其朝抱着 视线一歪 瞥见他锁骨上 一枚红色的血质 这只好熟悉 那个被我心骚扰 几个月的腹肌主播 好像也有 察觉到我的目光 其朝淡定地抬手 解开最上面两颗扭扣 握着我的手掌按上去 他扶在我耳边 笑得媚态横生 从小就没有老公 喊你宝贝 嗯 怎么不说话 有些人活着 但已经死了 掌心下的触感温热 母胎单身二十年的我 忍不住摸了又摸 满意的不得了 我不争气地吸了吸鼻子 能 再摸摸腹肌吗 摸吧 中了药的男人格外大方 却在我按上腹肌的那一刻 他差点捏碎了手里的佛珠 不知道怎么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发不可收拾 等我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把嘴里 喊着不要的奇巢 按在了床上 嘴里喊着不要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 金圈佛子喜欢跳叉边舞 嗯 我学着他的语气 奇巢的脸红的像熟透的虾 等他失去自控 低下头所吻时 我一把拍开了他 恋恋不舍地摸了摸他的头 乖 阿姨从不成人之危 一身烟味的我怎么配得上 一身奶味的你 说完 我翻身裹上被子装睡 一颗心怦怦直跳 好险 差点忘了这是小说 根据我博览群书的经验 只要剧情发展到小说结尾 我应该就能穿回去了 结尾 也就是男女主历经磨难 圆满结婚的片段 奇巢在剧情里 也是女主的 等我醒来时 身旁是抱着被子 一脸欲求不满的奇巢 我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你是金圈太子爷 那是不是很有钱 奇巢看着我 嘴角扯出一抹笑 你到现在才知道 说吧 有什么要求 我尽可能满足你 好啊好啊 有钱就好 我双手核实 诚恳地询问 能不能把打赏你的那两百块钱 还我 阿姨求求你了 奇巢额脚青筋直跳 你再自称一句阿姨试试 美好气地瞪我一眼 为了两百块钱 你可真出息 我欢欣鼓舞地起床 管家见到我 一阵劈头盖脸 你怎么起这么晚 还不赶紧去做早餐 先生和白小姐 马上就要醒了 烦死 怎么又要我做饭 奇巢走到我身后 嘲笑 你以前 都是怎么糊弄过去的 我摸了摸鼻子 之前囤了两箱料理包 用完了 本来打算再买点的 但是涨价了 不划算 奇巢盯着我看了两秒 任命地叹了口气 你去把管家调开 我来做 谢谢你 大好人 奇巢卷起袖子 分外熟练的煎鸡蛋 围裙的继带 将他的腰勾勒的极细 弯腰时 一百露出的肌肤 白得恍人眼 真是吓得 厨房上的床的 高质量男性呢 我装模作样 端着早餐 送给正在调情的男女主 看见奇巢走过来 女主有些慌乱地 钻出霸总怀抱 奇巢哥哥 你昨晚在哪休息 我听管家说 你早上是从张妈房间里出来的 他目光怀疑地 在我和奇巢身上打量 我悄悄从背后 拧了一把奇巢 警告他别乱说 我是去了张妈房间 奇巢瞄了我一眼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主要是为了 怪空巢老人 笑啊 笑死我了 离谱的是 女主信了 傅伯彦对这些不感兴趣 只是不满地点评了一番早餐 张妈今天做的 总觉得比以往差了点味道 是啊 差了点科技与狠活的味道 看样子 傅伯彦还挺喜欢料理包的 女主最近有些神情恍惚 奇巢的出现 让傅伯彦产生了危机感 我管得很严 连别墅都不让他出去 别墅没养狗 所以傅伯彦让我看大门 女主隔三差五 拉着我抱怨 连爸总命人 送来了一卡车高奢女装 都没能让他开心 我情愿不要这些珠宝首饰 我只想出去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为什么要拦着我 这种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和坐牢有什么区别 我委婉地摸了摸衣服不料 白小姐 我那件姚丽荣外套 你不是说要赔我一件新衣服吗 这就忘了 我话还没说完 她的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张妈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像小说里的人物 终其一生追求所谓的爱情 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比爱情更重要 我难道逃不掉了吗 内眼婆娑的样子 看得我心脏猛的一跳 难道是小说女主觉醒了 发现自己是被作者操控 只知情爱的纸片人了 我有些良心不安 如果女主意识觉醒了 我却为了自己的任务 强行撮合她和男主在一起 是不是对女主的另一种伤害 张妈 你说话呀张妈 张妈你有梦想吗 女主哭得更厉害 你想出去吗 我迟疑地问 突然 她的手机铃声响起 接完了电话 她脸上的伤感一扫而空 洋溢着小女人的幸福 博言说了 只要我乖乖听话 不和气朝哥哥牵扯 她就答应给我找一份工作 我的第六感很准 她还是爱我的 好好好 屁的觉醒 搞半天小丑竟是我 见我不吭声 她叹了口气 我同你说有什么用呢 张妈你一个吓人 又怎么懂得爱情有多美好 我仰天长叹 真的很想知道 作者是在什么精神状态下 写这本小说的 女主并没有高兴太久 因为傅伯燕下班后 把小说里的恶毒女配带回了家 恶毒女配叫陈晶 是傅伯燕的小青梅 吃恋傅伯燕多年 傅伯燕把自己当干哥哥 殊不知 陈晶只想干哥哥 这次邀请陈晶回家 是想安排女主 进她的珠宝公司实习 陈晶一口答应 女主却不愿和情敌成为同事 气红了眼跑回房间 傅伯燕急忙去哄 陈晶坐了半天冷屁股 也没等到人 要不您先回去呢 我婉转的建议 主要是不想 多烧一个人的饭 陈晶咬咬牙 终于站了起来 张妈是吧 你加我个微信 不仅是我 别墅里其他佣人 她也一个没放过 疯狂加微信的样子 像急了微伤大女王 晚饭前 我照例去询问 男女主想吃什么菜 女主蜷缩在被窝里 哭得厉害 说话 傅伯燕恶狠掐住她的下巴 学会跟我闹脾气了是吧 好 既然你不吃饭 那所有人都陪你一起饿着 傅伯燕霸气地抬手指向我 不是 凭什么呀 我真是服了 我在厨房偷偷煮了个白水蛋 管家不知道从哪突然窜出来 抢走鸡蛋 痛心疾首看着我 张妈 你也是家里的老人了 怎么能做出来这种事 你太让先生和白小姐含心了 大哥 我是老人 不是死人 想把我饿死吗 在管家的严密监控下 我只能两手空空地回到房间 嗯 好饿啊 是饿出幻觉了吗 我闻到了空气里糖醋排骨的味道 紧闭的窗户忽然被敲响 我拉开帘子 看到姿势怪异的奇巢 趴在窗户边 我看呆了 大半夜 你又来关爱空巢老人 他没好气地摆我一眼 送外卖的 还不快扶我进去 他跳进了房间 把手里的大袋子递过来 好香 糖醋排骨 青炒西兰花 粉丝果虾 西红柿蛋汤 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 好孩子 你真是笑到我了 忽视奇巢一言难尽的表情 我拆开筷子 狼吞虎咽 这是你自己做的饭菜吗 当然不是 他扭过脑袋 耳间通红 路边随手打包的 他抬手摸摸耳朵 突然撕了一声吃痛的嘀呼 低头看自己的掌心 叹气 下次别往窗台放仙人掌了 吃完饭 我帮奇巢调手上扎的刺 你怎么知道 我晚上没饭吃 他笑了一声 看到陈京发的朋友圈了 他过来闹一场 傅伯彦肯定不会让你们好过 妙算如神了 一根刺扎得很深 我低头眯着眼 和奇巢越靠越近 他不自然地缩了缩手 被我按住 别动 刺没弄出来呢 他果真听话的不动了 就是 手有点抖 气氛有点奇怪 我正想说些什么缓和一下 敲门声响了 管家急吼吼召唤我 先生胃疼得厉害 张妈你快过去看看 你去吧 正好我也要回去了 奇巢朝我点点头 我无语地推开门 生病了就送医院喊医生啊 喊我有什么用 管家理直气壮 你之前应聘的时候 不是说当过几年兽医吗 这本小说有很多创新点 就比如 他没有设定 普通霸总文学里的 家庭医生角色 似乎是为了展现 男主如野兽般雄魂的体力 作者是这样表述的 傅伯彦很少去医院 即便生病 让当过兽医的张妈 随便抓几副药就痊愈了 正如白绵绵所想的那样 这个男人 无论在商场上 还是在床上 他 都如野兽般勇猛 他们的 真的 曹多五口 我赶到时 傅伯彦一脸菜色 女主担忧地靠在他怀里 轻柔地捂着他的胃 旁边的小茶几上 放着吃到一半的小蛋糕 想杀人的冲动又上来了 让大家饿着肚子 你俩搁着偷偷点外卖呢 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 这破班 我是一天都上不下去 我麻木着脸 当自己是个工具人 总裁的胃痛是老毛病了 吃力止痛药吧 我翻出药箱里的止痛药递过去 女主为傅伯彦吃了药之后 往自己嘴里也塞了一粒 绵绵 你这是做什么 傅伯彦诧异地问 女主抚摸着他的脸颊 含情默默道 看你难受 我心里疼 反正就是说 你要不花二百块钱 去医院拍个脑部CT看看呢 我憋着一肚子火回到房间时 七超已经走了 顺便帮我把垃圾都带走了 我给他发微信 睡了吗 还没 紧接着 他一通微信电话打了过来 我疑惑地接通 听筒里传来他格外温柔的嗓音 说吧 我听着呢 他竟然都学会抢答了 我像往常那样 把别墅里的神经病 都吐槽了一遍 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齐朝那么自觉地帮我扔垃圾 因为 他已经习惯了 当我的垃圾桶 我充满感动 齐朝 你真好 真的是小说里难得的正常人 哦 我这么好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我冷哼 少来这套他不服输的争辩 我不信 你每次都秒回我的信息 不是喜欢我是什么 我捧着手机反驳他 秒回不是我喜欢你 是我爱玩手机 你又没玩过 怎么知道我没手机好玩 齐朝 你好骚啊 许久没说话 电话里 我和他同时笑出了声 心情好点了没 他声音仍带着笑 懒洋洋的 早点睡 张妈 别喊我张妈 好的 张 菜花 这个作者真的气死我了 保姆就不配 你起个正常名字吗 哪怕你起个脆花也行啊 男主不愧是男主 体魄强健 一晚上过去 又变得生龙活虎 搂着女主旁若无人的 在楼梯上接吻 女主气喘吁吁 别 张妈还在呢 乖 她不敢看 否则我挖了她的眼珠子 我两眼一翻 收起小火熬制的清淡白粥 换上九块九包油的料理包 坦然的端上饭桌 吃吧 活爹 饭后 两人又拥吻了一会 傅伯彦坐上劳斯莱斯上班 女配沉津突然造访 霸气的甩过来一张银行卡 女主气红了眼 就算你给我再多钱 我也不会离开伯彦的 我们是真爱 不愧是女主 是金钱如粪土 陈经潮弄道 谁说我要给你钱 如果你能往这张卡上打五百万 往后我就不再为难你 可是 你有五百万吗 你吃的 穿的 用的 哪样花的 不是傅伯彦的钱 你这样攀附男人的兔丝花 有什么资格谈真爱 女主被说得哑口无言 梨花带雨地看向我 张妈 她说的是真的吗 真不真的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好办上 女主绝望地闭上眼睛 点头 我去你的珠宝公司工作 我会努力挣钱 攒够五百万给你 不是 你还真要给她呀 五百万说给就给 五十块钱的姚立荣外套 你是提都不提呀 熟读剧情的我很清楚 陈经不过是个直老虎 她父亲的集团日薄西山 而她创办的珠宝公司 更是如不付出 陈经装出名媛做派 每天在朋友圈晒大牌奢侈品 实际上掏空钱包 也凑不出五百万 这样逼女主 只是为了把她骗进公司 好好欺辱 陈经走后 女主满腔热血 我一定证明给她看 我可以的 等我有了工作 再也没人 会看不起我了吧 等等 我想起了一个重要剧情 我正要开口提醒女主 她却忽然看着我叹了口气 同情道 张妈 你不懂女人实现经济自由 有多重要 你打算当一辈子保姆吗 当保姆怎么了 直接少走二十年弯路不好吗 我咽下了到嘴边的提醒 活该你被女配折磨 按照故事发展 陈经会买通别墅里的佣人 把女主拐卖到不见天日的大山 女主即将被暴徒侵犯时 奇巢犹如神兵天响 短暂地夺得了女主的感激和芳心 我觉得拐卖剧情应该还早 因为别墅上下最趋烟富士的狗奴才就是我 陈经还没开始用钱砸我呢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 他砸了除我以外所有的佣人 绑匪破门而入时 管家第一个给他们带路 殷勤又狗腿 我简直难以置信 哥 你平时的忠心狗腿都是装的 我连口肉糊的白煮蛋都吃不上 你扭头就收了女配的钱万倍刺 合着全别墅上下 就把我这个保姆不当人看是吧 没办法 陈经小姐给的实在太多了 管家扭头 殷勤的朝绑匪点头哈腰 张妈是最忠心的佣人 陈经小姐也收买不了 为了防止她坏事 你们把她也一起带走 六 要不你再试试呢 我其实很好收买的 挣扎无效 我作为女主的赠送品 一起被打包上了面包车 绑匪们对女主怜香惜玉 对我是狂风暴雨 毫不留情 被推上车的时候 还踹了我一脚 妈的 绑这个黄脸婆有啥子用 嗨 实在不行弄村里 让她去猪圈养猪 养不好就拿她喂猪 哦 差点忘了 在小说的设定里 所有人看到的张妈 都符合那句描述 辣黄且灰扑扑的脸 就很气 女主在车上 啪哒啪哒掉眼泪 你们别拿张妈喂猪 她当过兽医 可以帮你们看病 真是谢谢你呀 实在忍不了她 一直哭个没完 我小声安慰 丫头 别哭 等上了山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女主被吓呆住 忘了掉眼泪 我舒坦了 被绑上车之前 我已经报了警 所以并不怎么害怕 开了不知道多久 绑匪猛的一刹车 我听到了熟悉的嗓音 是奇巢 犹如神兵天将的奇巢 爱了爱了 绑匪们一股脑冲了出去 太好了 奇巢哥哥来救我了 女主激动欢呼 车外的打斗声 没有持续太久 车门刷了一下 重新拉开 久违的日光中 鼻青脸肿的奇巢 像快破抹布 被绑匪扔上车 几个绑匪满脸兴奋地讨论 这男娃长得不错 可以拉村里配种 真是大丰收的一天啊 哎 你就不知道 多带几个帮手吗 奇巢呲牙 似乎想笑 但牵扯到脸上的伤 一张俊脸扭曲起来 来得太急 忘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被绑了 奇巢优怨地瞄了我一眼 你今天手机不在线 我就知道肯定出事了 我莫名心虚地往后缩了缩 以往这个点 我必定在摸鱼 狂刷短视频 欣赏腹肌帅哥献才艺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奇巢哥哥 我们还能逃出去吗 女主又开始哭 奇巢丢下一句 等着 他双手被捆在身后 挣扎了半天 最后无奈扭头向我求救 帮我拿一下兜里的佛珠 半天没盘了 手痒无语 谁教你这么历经圈佛子人设的 我费劲巴拉地 用被绑在身后的手摸他的口袋 这是我的凶大鸡 这是我的第二块腹肌 摸到第六块了 张菜花 你是不是占我便宜呢 真是够了 终于艰难地翻出佛珠扔给他 他却忽然低头凑近 我能感受到贴在耳垂上柔软的唇瓣 温热的气息 撩拨着神经末梢 激起一阵痒溢 别怕呀 他用气音慢吞吞说 待会就能回家了 绑匪们在专业的保镖面前只有挨打的份 终于又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齐潮跳下车 弓身弯腰 宽阔的脊背面向车内 女主微红着脸正要趴上去 齐潮哥哥 你对我真好 齐潮忽然转了个方向 朝我勾勾手指 上来背你呀 瘸子 你才瘸子 你全家都是瘸子 但是被绑匪踹的那一脚真的好疼 我恨恨地趴上他的背 你 你们 女主不可置信 哦 齐潮淡淡答道 摔被子摔花瓶 无能狂怒 见到女主的第一眼 他没有欣喜 反而英智地掐住他的下巴 偷偷支开所有人 就为了和齐潮私奔 白绵绵 你可真是能耐得很啊 傅伯彦身后的管家频频点头 就是就是 女主乌液着频频摇头 太委屈了 我都看不过去了 打算替女主解释 其实 闭嘴 傅伯彦报贺 张妈 你知情不报还跟他一起走 这个月的工资别想要了 我的天 你可真是青天大老爷 关我什么事啊 凭什么扣我工资 EL我生气了 四千平的别墅 也懒得收拾了 每天摆烂 料理都不屑给他们做 每天煮一大锅 猪食端上去 奇怪的是 傅伯彦也没吵了我 因为女主一直为我求情 说我是受到了惊吓 快到腊月了 大学生也该放寒假了吧 我拖着塞 坐在保姆房里 想着以前这个时候 我在干什么 赶期末作业 还是熬夜被提准备考试 有点恍惚 穿进小说里不到半年时间 我都快被折磨得忘记了曾经 忘记 我有血有肉 而非单薄的纸片人 按照剧情 男女主还要经历两轮误会分手 女配作妖 男配争夺 家族阻挠 女主死顿 五年后 牵着一对和男主一模一样的天才双胞胎 强势回国 经历漫长的追击火葬场后 终于迎来了happy ending 还要好久啊 我叹气再叹气 奇巢就在这个时候翻窗进来 怀里抱着一盆君子兰 上次把你仙人掌的刺弄没了 陪你喷心的 我抬起头 奇巢 你也是穿越进来的吧 他神情一僵 没有开口 是了 否则书中怎么会有这么真实的人物呢 我好想回家呀 想爸妈 想室友 想一上课 总是昏昏欲睡的早八 奇巢 你想家吗 奇巢看了我很久 最后一开视线 语气很平静 不想 好吧 我拨弄君子兰的叶子 你说傅伯彦和白绵绵 到底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呀 一段爱情故事 为什么总要那么曲折呢 奇巢盘着他那包浆的佛珠 你很希望男女主在一起 当然 我想早点回家嘛 我嘟囔道 这里的一切再好 都不是我想要的 经过长久的沉默 奇巢笑了 手伸过来 不慎熟绵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行 我帮你帮我 怎么帮 我没把他的安慰当回事 直到一个礼拜后 傅伯彦的公司突然被收购 傅伯彦他破产了 白绵绵求到奇巢跟前时 我才知道 一切都是奇巢的手笔 我两眼冒心形 一脸崇拜 你怎么做到的 傅伯彦可是男主啊 奇巢傲娇的哼了哼 那我是谁 金圈佛子 嗯 嗯 是什么意思 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终于搞清了逻辑 这本书是作者好几年前开文的 连载一段时间后 作者断更了 直到不久前 才继续更新到完结 比起几年前风里的霸总文学 现在最吃香的 当然是各个地域的太子爷 以及清冷禁欲的金圈佛子 所以 作者就将金圈佛子 这一时尚单品作为男配补充了进去 按照小说界更新迭代的设定来看 金圈佛子 当然是要比八总高出一个纬度 女主来了 他弯下普柳般柔软的腰肢 咬着唇望向奇巢 奇巢哥哥 求你放好伯彦吧 只要你肯收手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哪怕 让我没名没份当你的情妇 他屈辱的仰头 想要送上香吻 被奇巢用手隔开 不必 你跟傅伯彦结婚 我立刻把股份原封不动还给他 他隔空朝我挑了挑眉梢 哈 女主懵了 我也懵了 头晕晕的 感觉缺点脑子 但不影响男女主在奇巢的威逼力诱下订婚了 正式的婚期就定在腊月二十六 十六别墅上下张灯结彩热闹很久 我非常尽职尽责地扮演好保姆角色 脸笑成菊花样目送新郎新娘进洞房 我没穿回去 睡了一觉 什么都没变 我还是保姆张妈 新婚的男女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本应该是故事的APP ending 我好像回不去了 我辞职了 搬出了别墅 奇巢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酒店里发呆 他来得似乎很急 气喘吁吁把我从被子里捞出来 一言不合就辞职 张灾花 你不是说你很敬业吗 我无力辩驳 垂下了头 回不去了 奇巢 我要当一辈子的张妈了 就为这点破事 打算用被子把自己闷死 他语气有些嘲弄 但是又格外让人安心 因为他说 别自暴自弃 我知道回去的办法 我瞬间睁圆了眼 说起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奇巢审笑 脸颊一侧的梨窝若隐若现 张妈陪我过个年呗 过完年 咱们就回去 她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我听了清嗓子 别喊我张妈 我认真的看着她的眼睛 我叫周倩 倩女幽魂的倩 我又搬进了另一座更宽敞的别墅 奇巢雇我当她的临时保姆 她终于放弃了张灾花这个称呼 开始喊我 钟妈 你让我一个金圈佛子吃料理包 我不要面子的吗 钟妈一边玩去 饺子皮都被你霍霍完了 我忍了又忍 想到她能带我穿回去 克制住了锤她的冲动 年三十的晚上 我们一起吃了顿很美味的饺子 放了好多烟花 她看着我笑 一如既往 但是眼里却又仿佛掺杂了别的情绪 朝我张开双臂 周倩 抱一下吧 我撇撇嘴 还是认真的走过去 她圈着我的腰 暖洋洋的胸膛 新年快乐 高兮兮回应 说完不要退出她的怀里 腰身却被齐朝紧紧缓住 她低头凑近我 我激紧地捂住嘴巴 齐朝你别过来啊 你刚吃了韭菜鸡蛋饺子 嘴里有味 你知不知道 面对我的嫌弃 齐朝顿了顿 无奈地叹了口气 抱紧了我 下巴轻轻搭在我的头上 把她不离手的佛珠 套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习惯性对她 咋地 想让我做金圈尼姑啊 她嘀嘀地笑出声 我稀疏的发顶上 忽然落下了一滴水珠 齐朝 下雨了吗 嗯 她嗓音沙哑 说好的 我送你回家 距离我从小说里穿越回来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刚开始 我还不太适应 室友说我生日脑子坏掉了 我理直气壮回应 我只是勤快 室友扶我苦笑 周倩 你以前早八都起不来 现在天天五点起床 还把寝室脱洗一遍 早起脱地也就算了 我们盆里的衣服 也是你洗的 我沉默 当保姆当了几个月 有些习惯深入骨髓 日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穿回来时 那串佛珠还挂在手腕上 齐朝也回来了吧 她在哪呢 我有些懊恼 离开前忘了问她叫什么 住在哪 不过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现实世界里 我们只是陌生人罢了 明白是一回事 但心里的烦躁 却不受控制 我确信 我想念嘴瓶 却非常可靠的齐朝 不是习惯性的依靠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了一个陌生人 元月十号 放了寒假 某天刷短视频的时候 看到了有博主实名揭露 某NCN机构的黑幕 播放量刚刚破万 视频就被下架了 我本来不应该感兴趣的 却因为听见博主提到的 一个名字而驻足 他说 这家公司根本不把练习生当人看 新男团里有个练习生 你们可能没听过名字 叫齐朝 这小哥哥出身就特别惨 好不容易积累了点粉丝 就被弱水这家NCN机构给骗了 把他当机器压榨就算了 人家不久前出了车祸成植物人 这破公司还不肯放过 非要以他无法进行工作为由 让他赔偿为余金 他妈的一个植物人 怎么工作 若水真是想钱想疯了 齐朝 我默念这个名字 犹豫了很久 打开网页搜索这两个字 不是很知名的人物 一直跳转到第三页 才找到了一张照片 少年对着镜头笑得青涩 那张脸 和小说里的齐朝一模一样 是他吗 他真的叫齐朝 我再也坐不住 等老子清醒过来时 我已经用压岁钱 买了最近航班的机票 站在了病房门口 迟迟不敢进去 一个五十上下的阿姨 从里面走出来 温和地看向我 是齐朝的同学吗 我心虚地点点头 您是他母亲 女人摇摇头 我是福利院院长 齐朝 是在我们那长大的孩子 这孩子的命啊 实在是太苦了 院长打开手机 给我看齐朝以往练舞的视频 很认真 清澈的眼里 藏不住的热爱 从没有这样一刻 我如此确信 病床上躺着的人 就是我要找的齐朝 他出事的日子 恰好是我穿越回来的那一天 他的病床前 摆着他最喜欢的君子兰 但是他眼睛是闭着的 他不会笑着对我说 张妈 我把你的刺环回来了哦 我颤抖着手 编辑好信息 发送到每一个微信群里 每一个社交平台 能不能帮帮我 帮帮一直在努力生活的他 视频被下架 我就反复发 联系认识的所有人 联系媒体 联系大微博主 网络舆论是漩涡 卷起了更大的风暴 三月初 官媒出面 揭露了弱水 MCN机构的违法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涉黑 阴阳合同 强迫艺人接受潜规则 在官方保护下 走投无路的艺人们 终于获得了自由 齐朝成功解约 弱水还将赔付他一笔补偿金 我带着鲜花去医院 护士姐姐朝我笑 今天又来看男朋友啊 有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她肯定会很快醒来的 矮柜上的君子兰 被我换成了仙人掌全家 病床上的齐朝 捅过去的每一天一样 躺在那 脸色苍白 毫无生机 我扯住她的耳朵 喂 别装了 我知道你醒了 睫毛颤了颤 她睁开了眼 明明是现实世界里 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她似乎一眼就知道我是谁 和小说里一样 她红着耳尖 别扭地先挪开目光 哼了哼 你怎么看出来我醒了 我摸了摸下巴 大概是因为刮了胡子 你不知道 前天我来看你 你胡子拉叉 老邋遢了 齐朝呼吸急促 羞耻的眼睛都红了一圈 半晌 装不作样地喝了口水 若无其事道 那现在呢 还拉她吗 我朝她眨眨眼睛 很中肯的评价 嗯 风韵犹存 翻外 齐朝片 齐朝不觉得 穿成小说里 同龄同性的角色 有什么不好 她的前面二十年 过得很艰难 无父无母 在孤儿院时 因为长相出挑 乖巧懂事 院长和老师们 对她温柔几分 其他的小朋友 便会愈发讨厌她 孤立她 齐朝很早就学会 竖起浑身的刺 假装冷漠地保护自己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因为优越的长相 受到关注后 刚成年的她 被哄骗着 和一家MCN机构 签了合同 齐朝喜欢舞蹈 所以学得最卖力 哪怕很累也没关系 她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不再像童年那样 为了两三块糖而挣扎 可是迎接她的 不是暴雨后的天明 而是无休无止的压榨 在拒绝了潜规则后 公司对她施压 日子比在福利院时 反而让她过上了 从未想象过的好日子 在小说里生活了三年 她想 一直在这里也很好 起码 比现实如意得多 直到在短视频上 看到了周倩 她记性很好 认出这是 傅伯彦家的保姆张妈 她还是灰扑扑 平平无奇的脸 但齐朝知道 这不是那个张妈 齐朝不自觉被吸引 一个又一个日夜 听她抱怨吐槽 哪怕穿成了卑微的保姆 也一直在用力地生活 用力地热爱生命的每一秒 她的灵魂生机勃勃 热烈而美好 好像是非常自然的事 她在努力寻找回去的办法 有多少次 其实齐朝很想劝她 留下来吧 我可以和你共享我拥有的一切 你会比现实生活得更肆意 但她知道 周倩和她不一样 她有爱她的家人 有思念的朋友 齐朝可以自由地穿回去 只要她想 那串佛珠可以保证她的安全 最后却被她套到了周倩手上 看似艰难的决定 做起来却很轻松 他们不一样 齐朝无比清楚 现实里 她的人生已经烂掉了 倒不如把这份平安的保障送给她 起码 从她的语气里可以听出 这姑娘的人生简单 精神富足美好 那就够了 齐朝想起某一次和周倩的对话 她开玩笑般说出真心话 说她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废人 一无是处 姑娘灰扑扑的脸 表情却异常生动 一巴掌拍在她肩膀上 兄弟 你想啥呢 会跳舞会做菜 X功能齐全 头脑没障碍 你这妥妥的人类高质量男性啊 齐朝笑着说她胡扯 实际上 却听进去了 就好像 干涸许久的仙人掌迎来了滴滴雨露 又重新长出了细嫩蓬勃的小刺 那就回去吧 狂风咒语也没什么不好 有她就好 全文完